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何况是对于我 一个净身出户的中年单亲妈妈 这是我和孩子的安乐窝 意义更显重的 我爬起来再次翻看包里所准备的证件 确定一件不拉 这才安心地回到床上再次躺下 突然有些想要哭 到回到2018年 我还没有离婚 那个时候买房的计划在五年之后 因为没有那么多钱 如今只用两年 我凭一己之力给自己和孩子安置了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家 怎么能不感慨 我和颜涛结婚的时候没有新房 我是陕南山区的姑娘 她是山东平原小伙 我第一次到她家的时候 正逢秋收 院子里堆满了金黄的玉米 看上去颇有些诗情画意 然而这场婚姻却是充满了艰辛坎坷 颜涛家境贫寒 这种婚姻生活里的硬伤在当年年轻的我们眼里统统都被忽视 有些无知者不畏的意思 年轻真的不懂生活的艰难 我以为只凭借两个人的爱情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2000年到结婚 2008年 颜涛生病 撞人 受伤至惨 天灾人祸 一波一波地接踵而来 本来贫寒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这种啄惊见肘的窘境 让我们连生孩子的大事都耽误了 09年孩子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气 收入略有增长 颜涛的各种不顺也停止了 日子开始变得生机勃勃 充满希望 2015年 我们在结婚第15年的时候 盖了新房子 虽然倾尽了我们所有积蓄 甚至还借了亲戚一些钱 但总算有了自己的房子 有了家的那种安定 入住新家那天 宾客不多 我和颜涛站在院子里门口 迎来送往的时候 我就失了眼眶 15年的时间不短 一路的坎坷心酸 只有自己知道 我不奢求大富大贵 违约以后日子 能够安定幸福 按照原定计划 我们2017年 能够还清盖房所欠债务 过上无债一身轻的幸福生活 然而 生活中总会有意外 2016年 颜涛并不顺利 年初 他原先的老板没有包的工程 自然就没有活让他干 无奈 他又找别人打听 去了另一家工地 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工资也未达到 颜涛的期望值 挨到年中 他又联系原先的老板 回来干 但是没有和现任老板沟通好 半年的工资 最后也没能给他结算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结 他在这个时候 认识了张梅 张梅的哥哥 也是在工地上包工程的 他们 有找颜涛帮忙的地方 很自然两人就熟络起来 张梅兄妹俩奉承他能干 蛊惑他包活干 挣大钱 颜涛这些年穷怕了 他太急于改变现状了 他十分想和别人一样包工程 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种状态下 庄梅说什么 颜涛都会听入耳的 他太渴望 翻身扬眉吐气了 可是生活不是只能 陶醉在自己的幻想中 我们手里无积蓄 还有负债 根本没有任何承担风险的能力 上有老 下有小的家庭状况 容不得我们一时脑子发热 赚了结大欢喜 赔了寸草不生 然而颜涛像是入了魔 听不进家人任何劝告 满脑子都是一夜暴富的 荒唐想法 我一开始还不大担心 毕竟我们手里没有本钱 我看他怎样去承包工程 然而我低估了 人性魔障的一面 2016年遭遇的不顺利 颜涛并没有挣到多少钱 2017年一整年 他都没有给家里一分钱 一开始 他说没有结算工资 后来我追问得紧了 他说他包工程了 我心里开始恐慌 盖房子欠的债 现在一分没还 我的工资 雇着一家人的生活开销 根本就没有剩余 大年三十晚上 我认真和颜涛 他历死 我说老人七十二了 万幸身体健康 可是我们也必须留点余钱 以备不时之需 孩子上小 万一你因为包工程负债 又把一家老小置身于水生火热当中 你于心何忍 我怎么说颜涛都当做是耳旁风 他开始和张梅打得火热 他说男人需要鼓励 而张梅就一直鼓励他 而我总是在否定他 冬天张梅送他回家 走后他坐在院子里 压低声音打电话 你来了给我来个电话 我不放心 我站在院墙角拐弯处 犹如被一盆冰水泼了个头心凉 17年的婚姻 掏心巴干的 没有换来他半点感激之情 为了孩子 我没有和他撕破脸 但是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这个男人17年的婚姻里 从来没有让我有半点安全感 现在更甚 他居然有了外星 齐心可诛 2018年 我换了新的工作 离开山东 来到天津 薪水比之前翻了三倍 言涛明摆的靠不住了 我并不看好他能包工程 挣大钱 十几年的夫妻 我对他了若指掌 他和张梅热火朝天的打成一片 家里硬开销都不管 我不吵不闹 开始为自己的后路做准备 家人该做的努力都做了 秦鹏好友哭口 破心的劝说 长辈们骂也骂了 哭也哭了 奈何言涛就是油盐不尽呢 他甚至和张梅 开始公开来往了 我提出了离婚 家里没有一分存款 房子我也背不走 除了孩子归我 我等同于净身出户 办事夫妻 言涛没有半分愧疚 我也没有半点怨恨 夫妻原尽 从此形同陌路 也没啥好恨的 女到中年 混得家没了 是我的悲哀 可是我没有空闲 伤存悲休 我要和孩子 好好的生存下去 于是我眼前 最急解决的问题 我在天津工厂住宿舍 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 宿舍 厂区 两点一线 没有周末 穿工作服 吃食堂 生活开支 尽可能的降到最低 把每一分钱都攒起来 我急需要一个遮风挡雨的小窝 还有人给我出主意 找个天津本地人嫁了 孩子转学和户口都能解决了 虽然我不否认人家的好心 但是我并不想那么做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受委屈 仓促之下 上哪去找那么合适的男人 为了户口和房子 我也不想利用男人 这是对人的不负责 婚姻大事怎能那么随便 我还是想凭借自己的双手 我自己的生活 2019年冬天的时候 我手上攒了一年的收入 在天津买房还不够首付 我就想退而求其次 在山东那个小县城买房 手里的钱够首付 孩子在那出生的 也不陌生 我爸爸一听我要在山东买房 打电话把我卖的狗血鳞头啊 他被阎涛气得差点心梗 这笔账还没算 我反而想在延涛的家乡县城买房 这个他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我最后放弃的原因 倒不是因为我爸的反对 而是我在天津长期工作 在山东买房实在意义不大 还是要使劲的挣钱在天津买 山东已经不是我的家 陕西我也回不去了 这里天津呢 由我赖一生存的工作 我的后半生将会在这里度过 2020年 一场前所未有的疫情 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不同的是 我算是因祸得福吧 这一年很多人失业 收入减少 而我因为工作多面手 工资反而涨了一些 与此同时 天津的房价有一部分降价了 我通过中介 相中了一套二手房 可以直接入住 省的装修 一是为了省钱 二是我一个人 没有精力去装修房子 其实八平不大 但是母子俩住 已经够宽敞了 房子位置也不错 我上班孩子上学 都很方便 最主要的是大产权 就意味着我和孩子 能够落户天津 很多人为了来到这个城市 清洁一辈子的积蓄 举家搬迁 就是为了给孩子 铺一条高考的路 我买房不是因为 给孩子走捷径 而是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家 我还没有能力付全款 选择分期 好在工作尚可 还贷压力不是很大 很幸运 我能够在我40岁的时候 从农村挤身于城市 开始我崭新的生活 感恩所有的经历 你的事情和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儿已经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儿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呢 你永远不会孤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